跟我們原本認知的積木不太一樣 民進黨台北上參選人 陳時中出席兒福聯盟活動 關心小朋友 也不忘陪同議員參選人 拉抬選情 但三加十一 再被對手國民黨蔣萬安 對準開砲 看到監察院這樣的決定 他等於犧牲掉自己的地位 跟公信力 讓整個監察初度崩壞 這是一個民主的危機 他在選舉選瘋了 監察院我們國家的五院之一 但是他認為在程序面 如果能夠記錄更清楚 能夠跟國人講得更清楚 那樣更好 陳時中不仁反擊 以監院調查出爐 判定當時三加十一 決策考量有所本 雖沒會議記錄 但並沒違反相關規定 這種涉及醫學的專業 怎麼讓一個完全不懂醫學人 在做決策呢 這才是問題嘛 所以這國家是政治凌駕專業 時中就出來講你政治決定 問題是他也講過他要負責 到現在為止 我不曉得他負責什麼東西 連柯文哲也看不下去 狂酸案 但對於平民被對手 以破口攻擊的陳時中而言 終於能暫時鬆一口氣 我們本來就坦蕩蕩了 5加9加3加11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對於國外 國外的管理 機組人的管理零接觸 等等都已經做到很好了 那我們才知道就是說 那這樣子就可以再往下走 雖然看似還了 前指揮官的清白 但監院說法 怎看陳時中先前說 會議紀錄在監院 這說法不太一樣 第一個時間我就講 這個是沒有一個會議的紀錄在 行政單位並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需要做會議紀錄 有意義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是我出來講 3加11 我無關喔 是下面行政人自己去做的喔 那這樣就要來查一個會議紀錄 3加11政策使疫情擴散是事實 監院調查結果儘管出爐 仍讓再也不滿 論戰再起 靜新聞謝神 吳俊偉 採訪報導 請進來